而在台湾这黑心快筛风暴持续在发酵 连日来这国民党立院党团是紧咬不放 召开了多场记者会来炮轰 现在还传出说进口商早就已经超过了不见期限 想不到食药署当时却开方便之门火速核准 不仅如此这立委侯孟凯还质疑了 说当时公司涉嫌了不法获利高达600亿元 而且不光是附了快筛 现在还传出来说有另一款的韩智快筛试剂 曾经在第一时间遭到美国FDA警示要求要撒架 但是当时进口商却在宣传时候 以美国FDA批准作为宣传 好对此石药署署长吴秀梅说了 一切都是依照规定处理没有多做回应 这家厂商能够拿你这个通行证 来进口后续的黑心快筛 陈时中部长 你盖的官邑 你不用负责任吗 黑心快筛风暴越演越烈 国民党立院党团连续几天开轰 要官员下台负责 现在更是要出依次进口商过期补键 食药署却大开方便之门 货速核准 已经过了两个月的补键期 还可以拿到食药署的核准 一个食药署有两套标准 内神通外轨 重炮抨击土里特定厂商 摊开失去表一看 7月14号提出EUA申请 8月4号食药署要求补键 但过了两个月到期日都已经结案 但EUA科技却在10月14号自行补键 明明不服程序 食药署还是照样核准 立委洪梦凯更踢爆 进口商大赚黑心财不法获利将近600亿元 石药署署强调以规定处理否认国民党指控 但不只是附了快筛 石药署同样批准另一款韩国制的快筛 曾经遭到美国FDA市紧下架 却通过食药署许可 甚至进口商还大摇大摆 以美国FDA批准作为宣传 根本没有经过美国核准 明明度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二 这样子的产品在美国国内是还没被核准 国内的这个产品其实是确实有通过我们的审查 所以它的输入是合法的 相关单位想尽快弥平正义 但黑心快筛案外案稍不停 恐怕短时间还难以平息 记者综合报道